今天是短午廉假的第一天 听到这个鼓声就知道要准备滑龙舟了 的确今天全台湾各地有很多县市也都在举办龙舟比赛 其中这场算是最为吸睛的 因为立法院长韩国瑜突然脱下西装跟领带 聊了一起上场滑龙舟 但是他带领的立院龙舟队却是垫底收场 穿上一身西装端午廉假第一天 立法院长韩国瑜人们只是来到彰化鹿港 替龙舟比赛鸣枪 但他突然一时兴起 突然脱衣缭络起 亲自下水率领立院龙舟队向前行 脱下领带换上旧身衣 龙舟上突然多了一位鼓手小助手上阵 但立委们好像不太在行 听着一声声鼓声 卖力向前滑 但大家各滑各的东倒西歪 不只动作零散龙舟速度也很缓慢 最终韩国瑜率领的立院龙舟队 只拿到第四名垫底 以前年轻的时候当兵是陆军挖人的 我们江启臣副院长 我们这些立法委员都经过立法院 前面四次激烈肢体碰撞 肌肉越来越发达了所有的立法委员 等一下大家比赛一下 可能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立法委员怎么这么脆弱 韩国瑜幽默致词让台下笑声不断 端午佳节全台各地举办龙舟赛 共襄胜举 高雄爱和端午国际龙舟赛 更上演飞龙在天精彩场景 非常像真的龙一样在天空上飞 代表我们高雄会越来越好 很喜欢 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得不亦乐乎 冯光山降龙灯表演带给高雄民众 视觉震撼 也让端午节更天佳节气氛 记得中华报道